美副总统哈里斯迅速为党内提名雇票 特朗普质疑民主党是否有权临阵换将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乔、拜登、周·拜登 总统主动退出竞选连任后仅一天 受到拜登支持的美国副总统 卡玛拉、哈里斯、卡玛拉·哈里斯 星期一、7月22日 正采取迅速的行动 希望锁定成为民主党 即将在8月下旬举行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的地位 拜登总统是在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首次进行的总统大选辩论中 表现不佳后 在民主党各方势力的强大压力下 被迫退选的 拜登的退选位原来 是他竞选搭档的哈里斯 创造了一个接替拜登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机会 现年59岁的哈里斯 星期一特别在白宫为自己出马 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大位发表演说 而他的竞选团队和盟友 已经代表他给几百位即将出席 民主党党代会的代表打电话 呼吁这些党代表 在下个月举行的党代会上 投票支持提名他代表民主党参选 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 将在11月5日举行 一位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总统候选人 将与刚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赢得提名的前总统特朗普正面对决 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 美国的总统大选选战 过去10天高潮迭起 惊悚不断 先是特朗普在宾州举行的一场造势大会上 遭遇枪击诱饵受伤 然后就是拜登突然宣布退选 我打算争取和赢得提名 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我将尽我一切努力团结民主党 团结我们国家 并击败特朗普 路透社指出 哈里斯兼具非裔和亚裔血统 他若正式获得民主党提名 将使美国的大选选战 出现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活力与风采 因为他与现年78岁的特朗普相比 将出现非常明显的世代和文化差异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说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早在几个星期前 就开始为哈里斯可能接替拜登参选做准备 并计划将他与拜登的移民和经济政策 捆绑在一起 身为年龄最大的美国现任总统 拜登在退选后表示 将持续执政至他的任期 在明年1月20日结束 与此同时 他对哈里斯接替他参选明确表示支持 不过共和党领导人已经在呼吁他立即辞职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拜登无力地持续进行选战 那么他应该也不适合执政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哈里斯星期天便穿着哈佛大学的T恤衫 吃着披萨饼 与可能成为他竞选搭档的宾州州长 乔什 沙皮罗 Josh Shapiro 以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 哈基姆 杰弗里斯 哈金杰弗里斯 众议院黑人党团主席斯蒂芬 霍斯福德 Steven Horsford等人通了话 拜登退选让他的接替人选 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进行选战 但是拜登退选后 包括可能成为哈里斯竞争对手的加州州长 加文 纽森 Gavin Newsom 在内的一些重要的民主党人 都在第一时间表达对哈里斯的支持 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 曾指责拜登和民主党窃取了大选的胜利 他的指控还引发了一些暴徒 在2021年1月6日 对美国国会的大规模围攻和骚乱 特朗普星期一质疑民主党 是否有权替换总统候选人 拜登赢得了初选 而他们从拜登那里窃取了选战 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媒上贴文说 路透社指出 虽然拜登退选后 哈里斯在第一时间赢得了一些重量级民主党人的表态支持 但是民主党内主张在8月19日至22日 于芝加哥举行的党代会上 公开竞逐和选举总统大选候选提名人的声音仍然没有平息 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和前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 布洛克欧巴马 星期天在发表声明赞扬拜登顾全大局主动退选时 都没有表达对哈里斯的支持 两位有可能对哈里斯构成挑战的民主党州长 及密歇根州州长 格雷琴 惠特默 Gretchen Whitmer 和肯塔基州州长 安迪 贝希尔 安迪·布希尔 在就拜登退选发表声明时 也没有提及哈里斯 路透社认为 美国民主党目前已经不如未知之路 但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詹姆 哈里森 Jamie Harrison 表示 民主党将很快宣布 总统候选人提名程序的下一步骤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距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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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